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是要從我們平常的生活當中 去觀察一些新的生活 小的細節 然後健圍支柱 我們都說呢 人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睡 那你有沒有注意過 自己在拉撒的時候呢 這個形狀 顏色 然後跟你的身體健康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關聯呢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每天方便 不要隨便喔 我們要從尿尿來看 我們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態 同樣的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老中青三代 求救兵團 還有我們今天的兩位專家 當我們每天在尿尿的時候 有沒有我們回過頭去往下一看 到底我們的尿尿是什麼樣的顏色呢 首先就要請教求救兵團的是 請問會隨時注意自己尿尿顏色的 請舉牌 都會耶 好 請放下 可是其實我自己啊 不太注意這個耶 我都是每次上完自首之後 就把它按下去了 所以我已經很久不注意這個顏色了 為了做今天這一集喔 我就這幾天有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你們平常都會注意喔 喔 好 那麼我們就請這個專家來告訴我們 到底尿尿顏色跟我們身體健康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關聯性 我們先從中醫的角度來看好了 羅醫師 對的確喔 我們尿尿事實上很重要的 其實剛才主持人李小姐提到 其實正常我們 各位可以發現 男女生尿尿 事實上你的姿勢 應該都是會可以看到自己的 尿尿的情況啊 顏色啦 至少你會感覺到 我今天到底上了幾次廁所 你會了解 那假如像李小姐 主持人那麼忙的情況下 那表示要放慢自己的生活角度啦 應該放慢一點 那整個根體而言我們一天 都要注意我們自己的尿尿的顏色 還有排尿的次數 還有我們每次尿尿的尿量 其實都很重要的 這一點可以 那我們中醫很特別重視這個 在我們宋朝 中國宋朝的蘇東坡 大家都知道嘛 他說要長生 要小便輕 就小便次數 小便要很輕的 不能很黃濁的 所以這個老祖宗 就有提到這些觀念 所以可以跟大家來參考 我們小 我們尿尿就是我們的排毒 是讓大家很重視排毒 減重 怕怕老 其實尿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是我們大小便 都要特別來注意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去看醫生 醫生就會說 那你最近尿尿的狀況怎麼樣啦 你有沒有觀察它的顏色 可能就是從尿尿當中 我們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身體狀況如何 好 那從西醫的觀點呢 陳醫師 西醫的觀點的話 其實小便的顏色 算是一個徵兆啦 那通常因為我們其實 不一定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小便可能因為 有一個不同的顏色 然後讓你有警覺 然後因此救了你命頭可能 對 因為有時候 可能小便有一點點帶紅色 或許女生會覺得 那或許我只是MC還沒結束 或是他一點點 但事實上那可能已經代表了 有一顆結石在作怪 或甚至癌症的出現 它是很好的一個訊息 是 所以我們說呢 從我們尿尿顏色就可以知道 我們身體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呢 到底我們平常自己的尿尿 可能有幾種顏色呢 好 每天方便千萬不要隨便喔 我們整理出了可能的這個 尿尿的顏色 那也請觀眾朋友 你自己來檢視看看喔 淡黃色 深黃色 茶色 綠色 這看起來也是滿特別的顏色喔 藍色 到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已經病入膏肓了 乳白色 紅色跟透明色 好 我們現在就要請現場的球球兵團呢 來寫下你最近一個月內喔 你大部分的尿尿顏色 是什麼樣的顏色 請寫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球球兵團的顏色喔 會不會因為是老中青不同 而顏色有不同呢 好 我們先從年輕人開始看起 好 我們的年輕人多多蛋黃 這個酷炫 深黃 好 那我們中生蛋呢 透明蛋黃 乳白蛋黃 好 那我們的高杯杯 蛋黃色 玉珠阿嬤 茶色 好 我們的張老師是 乳白深黃 我說最近一個月耶 你的變化這麼多喔 不...不等 不等喔 每天不太一樣 但是乳白比較多 乳白比較多 對 有一次變紅色 有一次紅色 紅色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對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幫你解釋一下 有一次紅色喔 對 突然有一天是 之後就沒有了 淡淡的紅色 淡淡的紅色 OK 好 那玉珠阿嬤是茶色嘛 大部分早上起來都是這種顏色 喔 好 宣芬 透明 對 我只有早上的第一包是蛋黃 之後都是透明耶 我不曉得耶 只有第一包是蛋黃 之後就透明 對 之後就透明顏色 不知道什麼原因耶 一般來說喔 我們 如剛才那個張老師所言 的確我們一天喔 事實上不是只有每天 事實上每天都還會有變化 因為看我們很多生理是先理現象 一般來說的確是 淡黃色到透明顏色 這是正常 表示您有充分的補充水分 水分有充足 那有時候也不是 黃色一點也不代表是病 比如說我們在運動的時候啊 喝水喝的比較少啦 然後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我們體內的水分不足 那在我們中醫講說上火啦 上火的時候顏色就比較深 所以透明顏色比較淡的話 表示您的水分是有補充的 那顏色比較深的時候 表示您的水分是不足的 所以正常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啊 一般就是淡黃到透明的部分 這是有可以 這部分都正常的 淡黃到透明 對 到深黃或琥珀色 有點像那位玉珠玉妹大姐 倒到有些人茶色就表示 的確體內的火氣比較大一點 所以看到茶色可能就是 要降一點火氣啦 那可是為什麼張老師 會出現一次紅色呢 陳醫師 張老師的這樣子 小便顏色來講的話 有比較偏深色跟乳白色 比較居多 那我想可能跟它水分 或許攝取的少了一些有關係 因為我們水分少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發炎的情況 那發炎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 膀胱或密要到黏膜的一些紅腫 它或許會造成一點點輕微的血尿 甚至也有可能 因為你水分太少 然後開始出現了結石 只是說它還沒有讓你痛 所以它石頭在那邊滾啊滾啊 摩擦的話 它可能就出現血尿了 我有想起來 那一次有點刺刺的感覺 是不是有可能發炎了 這紅色這一次有點刺刺的 所以一般如果說是男性朋友 它出現有一點點帶一點淡紅色的這種尿液的話 可能就是跟尿到發炎有點外形 發炎或結石 對 其實男生女生都一樣 對 就是只要有紅紅的話要很注意 那過50歲以上要特別注意還有癌症的可能性 看我們就遇到一個40歲喔 40歲整喔 不是40多 是40歲整 然後他就是來檢查就是膀胱癌 他就一次血尿而已 就一次 沒有其他徵兆 就一次血尿而已 對 一次血尿而已 然後就膀胱癌 所以我覺得這要很小心 所以觀眾朋友啊 從今天開始要趕快去檢視你尿尿的顏色 從尿的顏色就可以趕快知道自己身體好不好 補充一下 張老師還提到乳白色這個 一般男生 我們中醫也會常常看到很多中老年人 他來所謂的台語叫補型 補型 他就提到像張老師一樣說 為什麼尿尿之後 我的尿道口會有點乳白色 其實很多中年人 其實那般喔 我們台語一般聽到很多白型很怕 其實那不是 那個我們陳醫師也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其實很多男生在這個攝護腺啊 這個前列這個攝護腺的部分 有時候他就是會有些分泌物 那是正常的 所以很多人來看中醫 他會覺得我是不是腎臟發生什麼問題 腎臟發炎 腎臟比較弱 其實很多我們中老年人在攝護腺這一塊 也會有乳白色的尿液 這是正常的 好 那如果說有一些乳白色特別的白的話呢 那就要注意哪些部分 對 特別提到這個 假如您覺得您排尿有痛啊 剛才有提到像張老師覺得小腹部啦 或是我們的肛門口周圍有痛 然後有排尿困難 所謂的排尿瓶啊 小便很平碩啦 很次數很多 尿尿不乾淨 解不乾淨 那我們這個就要是給我們避尿科醫師來做個檢查了 好 那是不是有一些食物也會影響到我們尿尿的顏色 會 我想應該很多觀眾朋友今天就是吃了什麼喝了什麼 馬上味道就是那個顏色 而且如果說吃了很多維他命B群的話 是不是顏色會特別黃 馬上就變黃 對 然後味道也不一樣 比較重 吃過藥以後那個味道特別重 那甚至我們其實很多藥裡面都會造成一些奇怪的顏色 像剛剛秀出來那麼多顏色裡面 綠色跟藍色我覺得這兩個太特別了 對 特別就是跟藥物有關係 當然綠色有可能是因為發炎造成的 那藍色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蠻多是因為可能吃了一些 某些止痛藥或某些像呼吸除臭藥等等 它會造成這麼奇怪的顏色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通常短暫的 並不會造成我們身體的危害 那不吃之後它就會恢復正常的顏色嗎 對 所以這樣其實是不用擔心的 那綠色跟藍色 因為這個一看到一定會被嚇一跳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通常你說是吃哪幾種藥 比較有可能是會有綠色跟藍色 像綠色的話是有些止痛藥 那至於說藥名就是可能比較多 這邊講的話觀眾朋友可能會不容易記 那不過我覺得如果說看到這兩種 這麼奇怪的顏色 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醫院 那在這種事實說是在大人發現 如果是綠色或藍色的話可能還好 它可能只是暫時的一個藥物造成 或一個生病造成的 如果是小朋友小baby剛出生的 有這種顏色的話要特別注意 它可能是一個先天的異常 它可能體內有一些正常應該要有的霉 一些酵素它沒有 所以它沒有辦法轉換會產生尿這種奇怪的顏色 一出生發現尿布上面是藍的 要注意 好 有沒有現場的朋友 你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或者是你周遭親朋好友過這樣的經驗 尿出來的尿是綠色或者是藍色的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這樣的經驗嗎 好 我之前就是尿到發炎的時候啊 然後那個尿出來的顏色就是會帶血 會帶著一點點紅紅 然後擦的時候也會看得到有血的顏色 通常都是在尿到發炎的時候才會有出現紅色 那還有什麼其他時間還會出現紅色的嗎 好 羅醫師 這位小姐 其實我們第一個 這個很多女孩子小便的時候她會覺得有帶血色 其實一般先不要緊張 大概先排除兩種情況 第一個 是不是最近是生理期 最近是不是在排卵期或生理期 這個第一部分她也會 這個我們的下部陰部黏膜也會出血 也會腫脹出血 那是正常的 你算一下時間 是不是在排卵期跟生理期前後 那第二個是說過這段時間有沒有排便的問題 有沒有痔瘡 先要排除這些 很多小姐來看喔 我都先問說您最近過去有沒有痔瘡的病史 有沒有排便的困難 先排除 那假設都確定不是了 我們在考慮一般就是尿尿有顏色 比較深紅色的話 一般可能說你的尿路有些感染發炎了 跟我們的尿尿比較黃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要先從這個角度去 就是你的尿道可能有一些發炎 從這個角度去著想 就是尿道炎 膀胱炎 現在很多小姐可能上班太緊張了 都沒有正常的補充水分 這一點可能來注意一下 有沒有這個膀胱炎的問題 其實很多女生會有尿道炎的問題 因為女生的構造跟男生不太一樣 女生這個尿尿的地方距離那個 變變的地方好像比較短嘛 所以經常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怎麼樣女生會去自我發現 你是不是需要去看醫生了 一般來講我們其實如果 膀胱發炎的話症狀大概滿明顯 就是第一個就是小便可能會覺得 有點不太舒服 不見得到痛 有時候你可能只是一點點燒燒的 刺刺的 一點點刺刺的 怪怪的 甚至癢癢的 那或者說小便沒感覺 是下腹部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下腹部脹脹的 下腹部悶悶的 那都可能是膀胱發炎的一個症狀 那至於說如果已經出現了血尿 或尿尿很痛或發燒 那當然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敢 還繼續在家裡 那剛剛主持人講到說那個 女生的結構的話要特別小心 那之前我在門子有遇到一個阿姨 很有趣 他就跟我講說 醫生我每次都血尿 然後我說真的嗎 那我們來驗個小便 驗出來是正常的 他就說可是我真的就是看著他尿 然後真的就是尿出來就是紅的 然後後來跟他就是最後 仔細的幫他做一個檢查以後 那發現說他真的就是痴痠 因為太近了 他說他盯著他自己看著尿 他還是覺得那是血尿 對 所以這要特別小心 要特別的小心 有一些食物 紅血素比較多的 例如像甜菜什麼的 也會讓自己的尿變得比較紅一點 對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也不要太緊張 但是你自己要去審視跟觀察 你身體的變化 因為其實每個人對自己是最了解的 我們尿是有一點弱弱的 就是有一點微弱的芳香味 應該不是尿燒味 那尿尿一般來說 這個一定會有些味道 難免 那可是假如說尿尿的味道 像蘋果的香味 那就是個問題了 是不是一般糖尿病的患者 我們去這病台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一下我們現場的醫生的 好 還有一個問題請教一下專家們 就是尿尿的時候 我那個乳白色很容易會有泡泡 那是不是就像剛剛羅醫師說的那個 是不是男生的那個聖虧的那種 百姓的那種現象嗎 男生都很擔心 一般來說有泡泡尿的時候 你要觀察 一般假如說一開始有 然後後面放個10秒20秒再觀察一下 那假如那個泡泡消失了 一般就不是 其實大部分的 九層的泡泡尿大部分都不是 一般泡泡尿什麼時候會產生 我們注意看 我們是不是前一天晚上太晚睡了 是不是這幾天吃很多肉類 吃太多肉了 這幾天水分不足 這幾天有沒有什麼熬夜 天氣很冷 天氣冷也會耶 還有劇烈的運動 所以身體現象很多 譬如運動啦 天氣很冷啊 我們吃很多肉啦 熬夜啦 這種情況下都會泡泡尿 那假設尿放久一點 還是泡泡很多 而且它很多它會成鏈條狀的 那就要特別謹慎了 那有時候它是暫時性的泡泡蛋白尿 一般來說代表的是 它裡面的蛋白質太多了 那一般假如病理性 我們中老年人特別要注意就是 糖尿病的患者 糖尿病患者一般 它泡泡尿的機率就很大了 所以假如說剛才 桑老師提到的這個 乳白色尿液 再加上說有些泡泡 您是不是在觀察一段時間 假如有 那我們當然還是要去檢查一下 平常沒有注意就把它沖掉了 是啊 所以要留多久啊 大概留多久 大概你再觀察一下 它到底有沒有消失 一般剛才提到就是 10秒到1分鐘 就可以觀察出來 你的泡泡還是成規 我覺得一般大小的 一般有研究過 大小顆的泡泡尿 實際上都沒什麼問題 那假如像煉豬狀的 那一條一條都是有問題 不過這是肉眼 剛才主持人提到血尿 其實你看得到 那叫做肉眼血尿 其實很多的是看不到的 事實上你也不知道 你有這個尿路發炎 剛才譬如要提到那個老人家 我們更年級的婦女 事實上是很容易尿到症候群 那這個也是要特別注意 好 那麼我們玉妹阿姨 我想肉醫師來請問一下 我這個茶色的尿是什麼原因 請問一下 但是我茶色是第一泡 那以後就沒那麼深 我想說晚上多喝一點水 顏色會淡一點 可是晚上老實起來上廁所 味道倒是不會 是我我先生他有糖尿才有味道 我是跟他分開嘛 所以我用了 我的顏色很深 但是沒有味道 只有第一泡 以後就顏色就比較淡 小便阿 通常早上第一泡尿 味道都會比較重 顏色都會比較深 這不奇怪 因為我們晚上不會一直在喝水 如果說你第一泡尿 才有這個情況 之後都清的話 其實問題不大 水多喝白天的那種狀況 就是你的正常狀況 那如果說這個顏色 它的深不是那種 比一般的黃 深一點的深黃 而是真的是茶色 或者是有一點點 比較棕色那種 要小心可能是不是肝有問題 肝炎的話 它會造成我們的一些色素 會變得不只是深黃色 是 那尿燒味呢 尿燒味到底多重 是不太正常的 多一些 的確我們尿尿 主持人剛才也提到了 就是說尿的時候 一般喔 其實我們自己可以聞 假如你沒有特別的這個 作息不正常的話 我們的尿 身上有一點弱弱的 就是有一點微弱的方香味 應該不是尿燒味 那提到尿燒味 就表示你的水分 可能要補充了 那尿尿的確放一段時間 靜置個二到五小時 尿尿味道會變重 裡面的那個尿素會 它會發酵 會味道比較 味道就出來了 那尿尿 一般來說 這個一定會有些味道 難免 那可是呢 假如說尿尿的味道 像蘋果的香味 那那就是個問題了 是不是 一般糖尿病的患者 我們的叔叔阿姨 他有糖尿病的 你要特別有時候 請他注意他的尿味 想說尿味太重 甚至有蘋果香味 就表示他裡面的 我們叫做糖 銅症比較高了 所以要去檢查一下 所以這個我們終於講 陰陽平衡 味道太甜太香也不行 味道太臭也是有問題 所以都要來注意一下 好 那有沒有人還有問題的 好 亞蘭 就是洗腎啊 那洗腎跟尿尿的顏色 是不是也有一點點相關性 有一些徵兆 洗腎嘛 一般來講其實洗腎的病人 他基本上就不太有什麼尿了 尿量就很少 如果他可以正常的去排尿的話 他的毒素都排掉了 他不需要去洗腎 會去洗腎的病人 其實你會發現說他的水分 難排出來都很少 他腎臟幾乎是沒有功能的 所以他需要靠機器 去幫他洗掉髒東西 毒素這樣子 是 好 那如果我們 好啦 來 酷炫來 那我小的時候就是朋友 就說喝藥可以 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算覺得 很難喝 但我還是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喝下去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是 有點懷念以前喝尿的那段日子 然後想問醫生說 喝尿 對 就是喝尿 就是對身體 有沒有 是真的 這好像從日本流傳過來的 還是 對啊 因為小時候真的 他們會這樣說 OK 您為什麼以前要喝尿 會喝這個 我也不知道 他們就是說 喝了會對身體 還有人說要喝童子尿 對 之類 就取中斷 是 一開始跟最後的不能喝 去前掐後 取中斷 對 取中斷 那個主持人跟我們這個小帥哥 都是很懂的 在我們的中醫的這個 生農本草經 這個 裡面有提到 喝自己的尿 叫做還原水 叫還原水 就是還原嘛 就是把自己的尿 再歸回自己的 叫還原水 那我們的銅便 三歲以內的銅便 叫做銅便 銅便的部分 它就是叫引火歸原 然後有很多人會流鼻血啦 會容易火氣大啦 甚至他以前 我們老祖宗他們 體內的腫瘤 他不知道什麼病 他認為就是一種發炎反應 他就鼓勵喝三歲以下的銅便 不能有生病的小朋友 那像他覺得有這種療效 那我們知道過去也有藝人 他用銅便來解釋 那實際上 以現代醫學有提到 我們的尿液裡面 有個叫尿素基酶 尿素基酶裡面 它就是有 對我們的體內有一些酵素分解 我們的新陳代謝是有幫助 不過這僅在於 就某一個小論點 整體而言 假如老祖宗的智慧 事實上在現代醫學 是還沒有到明確的驗證 有它的療效的 是 好 那麼如果說呢 我們前一天 喝了大量的咖啡啦 酒啦 或者是啤酒啦 茶這些 會改變隔天的顏色嗎 這個一般對概 如我們陳醫師提到 我們這個一些 這個有色素飲料的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都有色素 大家最近怕的起雲去塑化劑 這有很多它添加物 都是有色素的 那色素類的 在我們的肝臟代謝 我們剛剛也是個排毒器官 在肝臟代謝之後 沒辦法完全過濾掉 就會在腎臟呈現 所以會有 也聞到有這個 果汁的味道啦 有咖啡的味道 尤其喝冰啤酒 那味道就特別重 而且是冰啤酒喝多了 那個泡會特別的多 因為冰啤酒的時候 它裡面產生 那尿酸的機會就更大 那一般喝冰啤酒 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在晚上配那個 配小菜 然後一定要晚上吃 一點到三點 那這個隔天一定我們的尿液 呈現酸性的程度更大 那我們中醫就是做做 脾氣火氣上來了 這濕熱症 身體比較濕 比較熱 容易發炎的 那當然它的尿味 就特別重了 就會特別重 好 那麼珍珍 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第一個問題是 尿液的溫度如果很高的話 那算正常嗎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每天喝多少水分進去 就要排泄多少出來 還是說這是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我每天喝很多啊 可是排出來的沒有那麼多耶 那剩下的到哪裡去 好 陳醫師 OK 第一個是溫度啦 那妳是會拿溫度器去量個小便 不然為什麼會注意到尿的溫度特別高 感覺屁股有一股暖力 其實我們體溫 尿液的溫度應該是跟我們體溫一樣啦 一般不會特別注意到這部分 那事實上也不見得代表特別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尿液的溫度很高 那會不會是其實有一點點 尿到膀胱發炎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點著熱感 它不是真的溫度高 它是著熱感 那如果真的整個人溫度高 那就是發燒啦 沒有 那個問題是排尿量嘛 那這個的話其實我們一般都會說 健康的話 一天要喝2000CC到3000CC 其實這是一個籠筒的講法 你說現在天氣那麼熱 就在那邊站五分鐘滿身大汗 喝2000夠嗎 絕對不夠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一直節食一直發炎 他說他每天喝5000都不夠 為什麼 因為他在焚化爐那邊工作 每天的汗都被減發了 他每天可能要6000以上才夠 所以我們老師告訴我們說 尿夠不夠 就是你喝水夠不夠 是看你的尿量 不是看你喝多少 因為我們像現在講話 都一直在散失 流汗也在散失 那其實他的水分一天 可能500CC到1000CC 都從空氣中不見了 所以你喝了3000 事實上你可能只尿了 一千五兩千出來而已 那樣子還不見得夠呢 還要看你的狀況 是 那我們中醫的補充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除了 剛才我們陳醫師提到 這個尿量 在決定的喝水量 其實我們中醫很看一些 顯微的東西 譬如說你覺得你嘴巴會乾咳 那就表示你的身體 已經告訴你的水分不足 那還會看到什麼呢 眼睛會乾 眼睛乾 然後皮膚會乾澀 皮膚會乾 然後一般大家會知道說 想到尿到就想到腎 那腎會注意到什麼 最近有沒有腰痛 然後早上起來臉皮會腫 然後下肢腫 下午的時候下肢就很腫脹 這一般都是水分太多或是不足 這一般都可以參考 我們人體是很精密的 你哪裡不舒服 他會先跟你講 眼睛的水分不足 就眼睛乾澀 嘴巴口腔黏膜的水分不足 就口唇乾澀 皮膚的水分保濕度不夠 皮膚乾澀 水分太多了 你就除了身體腫脹 眼包腫脹 然後下肢腫脹 所以一般我們人都會告訴你自己 你知道多放下你的腳步 多感受一下你的身體的變化 可以感覺出來 所以我以前是說我能夠憋尿 是 結果我有一次就是為了要趕客 那我就尿到最後騎車騎到最後 因為會震動嘛 他就一直憋憋憋到最後 只好讓他洩洪這樣 當場就在騎摩托車上面 真的 真的真的那一次 我們就說現在生活實在太忙碌了 工作忙碌 家庭忙碌 很多人會憋尿 那我不知道憋尿跟身體的狀況 會不會有一些關聯性 我先來請教現場的球球兵團 曾經因為憋尿而身體出狀況的 請舉牌 來 都沒有 只有高伯伯沒有耶 那其他人都有 曾經因為憋尿 而出現了問題的 好 請放下 那我們張老師 你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以前 因為上課有時候會比較時間久嘛 那我就會覺得那個尿到 回去尿尿的時候 就會有點刺痛的感覺 對 但是沒有血尿 那就是刺刺的 有一些特定的行業 其實真的是容易憋尿 像做傳播業的 真的沒有時間上廁所 有時候一整天下來 可能只上一次或兩次 真的憋到最後 到底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陳醫師 憋尿的話 像剛剛張老師講的 很容易就是小便不舒服了 血尿了 那或者在嚴重點 就結石了 就會尿結石啊 對 因為你沒有 你憋尿 你能夠憋得住 表示其實你的水 可能也不敢喝太多 那你水分喝得不夠 尿結石可能會出現 不管是腎臟結石也好 酥尿管結石也好 甚至膀胱結石也好 都有可能出現 那另外就是說 像憋尿這個動作 除了剛剛講 可能因為讓你的細菌 或這樣東西 流在體內 而造成生病以外 它也可能因為 好 你水 我快快喝 但是你憋尿 就導致你的膀胱很脹 太脹的膀胱 其實對我們身體是不好的 可能它會造成一個 膠感複膠感神經的一個反應 那也會讓你因為太脹了 然後可能會對你的膀胱 膀胱是像氣球一樣有彈性的 你讓它脹久了也不好 好 那雅蘭的經驗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啊 就是常常就是會憋尿 而且水喝得太少 一天大概只有尿兩到三次 然後就發現呢 尿尿的時候 就尿不太出來 有點燒濁感 然後腰也會有點痠 還會有一點點發燒 然後就是不得已 一定要去看醫生 醫生就給我開那個抗生素 吃了大概兩三天 然後要一直喝很多的水 稍微就改善很多 對 好 所以尿不出來 真的也是很困擾 太多尿也很困擾 尿不出來也很困擾 剛才我們講到說憋尿的一些 可能會產生的一些狀況嘛 那如果是貧尿的話呢 有些朋友他的貧尿感很重喔 他就覺得說 30分鐘就要去尿一次 30分鐘就要...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羅醫師 這個我們憋尿不好 其實這個 平尿也是很明顯 其實我們現在 因為工作壓力大 其實平尿反了很多 因為憋尿有時候憋不住 你就會跑廁所了 可是那個平尿 尿尿次數很多 一般我們一般正常 一天大概4到8次 各位就看一下 一般到夜間是0到2次 那假如你超過的話 可能就很多人參加到10次以上 那代表您平尿了 一般平尿 第二考慮是神經質的這一塊 結果你心理壓力 那你一般會聽到 有人甚至聽到說 憋尿會容易尿毒 那他就一直 一二十分鐘就跑一下廁所 然後覺得他一緊張 他就想跑廁所 所以有般人這個 一直跑廁所 反正是不好 那假如一般我們的這個 比較長輩的 一般他屬於這種 所以叫糖尿病的 還有叫尿崩症的 我們陳醫師就知道 這一般他就是 他就算沒有什麼新陰性 他還是想跑廁所 那當然是病理的情況 那一般而言 我們現在人的工作 節奏太快了 這個平尿 有時候自己要控制 那怎麼放鬆 我們中醫可以建議一個方式 大家可以試看看 做一下深呼吸 閉氣提肛 有時候我們在上班開會 沒人知道 你就收肛 這一般是產婦 他的一個運動 促進了骨盆的張力 那你做自己之後上班上課 那我們就有時候覺得 很容易想跑廁所 然後覺得有時候 很容易腎尿的感覺 你就閉氣提肛 閉的不是馬上就鬆掉 要憋個三秒鐘 吸氣 深呼吸提肛 你可以做這種動作 持續的做 對輕度的這個 頻尿尿濕 是很有效的 會有幫助的 我們中醫叫做中氣下腺 吃黃旗 所以很多 那個子宮下垂的 頻尿的 我們中醫師都會開黃旗 就是大量的黃旗 因為黃旗裡面 多糖體 對這個膀胱 骨盆的肌肉 有幫助 所以讓 他的肌肉張力 有幫助 那自然對我們的 皮尿啦 肉尿啊都有幫助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是 好 一般來講 我們的膀胱 存在多少的尿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尿液 一般來講 我們去尿 一般大概說 三四百CC左右的時候 會去想尿 到五六百一般人 應該已經受不了了 就是做都做不住了 那不過也有 就是說剛剛講 憋尿憋太久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在急診域過一個最多 兩千四百CC的 他憋了多久 我不知道 他應該已經很久了 所以他已經膀胱很習慣 已經膀胱像 鬆掉的氣球一樣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不要讓自己的膀胱 變成這樣子 對 該去尿要去尿 那剛剛講的頻尿 其實不一定只是說 太敏感太緊張 這是一部分 有些人他個性就是屬緊張 他膀胱比較緊張 膀胱過動症 但是不見得是喔 有些人他是因為膀胱不好 尿不出來 他一直脹在那邊 所以他每次就尿一點... 始終都覺得尿不乾淨 尿不完 所以當你發現憑尿的時候 最好還是到醫院看一下 醫生可以幫你驗尿 可以幫你做超音波 確定一下說你的尿 到底是其實沒什麼尿 一直在憑尿 還是其實你真的很多尿 尿不出來 這治療方法完全不一樣 憑尿跟年紀大小有關係嗎 有關係喔 像年輕人的憑尿 通常大概只是導致一般的發炎 那老人家憑下去 或許就尿不出來了 所以年紀越大越不要憑尿 好 我們的酷炫 好像有你的經驗對不對 沒有 因為其實我以前 有類似膀胱發炎的問題 然後就是一樣有血尿的情況產生 那時候是因為我國中 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那男生荷爾蒙分泌比較旺盛的時期 那醫生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他就說可能是因為 就是小時候中癒過度 就是比較常自己 所以想問醫生說 這樣是不是也真的會影響到膀胱發炎 有血尿的情況 需求太大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他應該是判斷錯誤 所以我以前是說 我能夠憋尿 是 結果我有一次就是為了要趕客 那我就尿到最後 騎車騎到最後 因為會震動嘛 他就一直憋... 憋到最後只好讓他洩風這樣 然後當場就在騎摩托車上面 真的...那一次 好 那我們請這個陳醫師來回答一下 OK 基本上自己來 在西醫來講並沒有說就是 所謂的 終於過度就會勝虧或什麼 但是基本上如果說 你在你的體力的負荷內 那你就是有自己 滿足自己的行為 其實是OK的 那你不要over over就是說其實你已經很累了 然後硬要一天來個三次四次這樣子 這種狀況下才會 對 那當然如果說 可能自己來的狀況下 是不是可能因為用力的方式 造成一個尿道黏膜 或者是表皮尿道開口的一個受傷 造成有一點點血尿 這當然是有可能的 是 好 下車的小力一點 要注意了 要補充說... 好 來 羅醫師 可以可以補充一下 這的確 我特別要強調一下 一般大家都會把 這個尿路 閉尿系統 剛才提到說 這個貧尿 特別小心也是有 跟這個尿路感染的 那其實一般這個 我們的這個 有這些自衛行為的話 事實上並不會影響到泌尿系統 其實我們中醫 也沒有這種說法的 也沒有的 那的確在夜尿 這個部分 很多老人 中老年人的叔叔阿姨 他們晚上起來尿尿 那部分 在我們中醫要的開藥 他的確是補腎為主 可是那以您剛才提 這個弟弟提到的 我們中醫並沒有這種說法 這邊要補充說明一下 是 好 釐清一下這樣的迷思 好 我們的辛華 有問題 就是我們平常上課 或是工作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能去上廁所 會有那種憋尿的情況 然後我想請問 憋尿有沒有說憋多久 是還在 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對 陳醫師 基本上憋尿並沒有說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研究感 說我憋幾個小時 就一定不會有的事情 OK 因為如果你想想想看 如果說你是很愛喝水的人 你喝了很多 那你可能一個小時 你不去尿 你的膀胱就壞掉了 那一樣的就是可能喝很少的水的人 他可以撐很久 所以時間不是重點 而是說憋尿這個動作 可能會害你就是 剛剛說的發炎 或是膀胱本身彈性等等受損 甚至有些人他憋要憋到太厲害 他真的不敢去尿 膀胱脹到那個水往上逆流 兩邊腎臟會出現腎水腫 會影響腎臟功能 都有可能 不是只是壞了膀胱而已 是 所以全面性的都要去觀察 對 好 我們的張老師 我以前不是說 我能夠憋尿 是 結果我有一次就是為了要趕客 就是大概兩三年前 所以應該有點年紀了 那我就尿到最後 騎車騎到最後 因為會震動嘛 就一直憋憋憋到最後 只好讓他洩洪這樣 然後當場就在騎摩托車上面 真的真的 那一次 褲子全部濕了 結果還好是冬天 我有穿兩條褲子 所以裡面的濕外面的沒有濕 這個是所謂的尿濕鏡嗎 應該算是 對 提到這個憋尿 我覺得我們這種排尿動作 大家要注意 一般我們憋尿憋久 馬上一氣廁所怎麼樣 就想用力把它解放 石門水庫大洩洪對不對 其實那是個很不好的情務 很不好的這種養生方式 我們這個尿 第一個不要憋沒有錯 第二個我們在解尿 尿病的時候 第一個不要用力 絕對不要用力 因為你用力的時候 你整個這個神經會屬於放鬆 甚至很多中老年人 他晚上起來尿尿 他就一放鬆 他就倒下去了 就是要整個他的神經系統 他的血管是擴張的 他整個就昏下去了 而且我們在尿尿的時候 不要用憋 有人想說 我看我的膀胱多有力 我試看看 我想小病 尿中斷我把它憋一下 這也不可以 所以我們在有憋尿的情況下 不要去憋 那也不要用力 這種情況在中醫養生是很不好的 以現代醫學 這種屬於我們膀胱肌肉的收縮放鬆 都是一個很不好的這種 給他一個刺激 所以這部分要提醒大家一些 所以要輕 要慢 不要急 就對了 好 那像我母親啊 他有一個狀況是 我母現在六十歲嘛 他會覺得說 他尿尿 每天都尿得很少了 可能一天只尿個兩三次 要去 想要強迫自己去尿 又尿不出幾滴 那這個通常會是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說他 第一個要確定他水喝得夠 如果說他水 一天都喝了兩千到三千的話 還沒有尿的話 我想趕快帶醫院檢查 通常會是什麼器官出現問題 腎臟 因為我們腎臟是 把水分排出來的地方 那他如果水都進去 腎臟沒有出來的話 那腎臟第一個可能是問題 那第二個是他可能 有時候老人家也要確定一下 他幫他記錄一下尿量 這在到醫院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參考 一般來說 我們一天低於五百CC 正常人的話 我們一天尿量 根據溫度啊 你喝的水分 應該在一千五到兩千CC 所以我們一天排汗就一千CC了 尿尿也有一千多CC 所以我們一天補充水分 就要三千CC 整體的就是八九 八到十大杯的水 那一般來尿量 假如說 我剛才提到 陳醫師提到說 腎臟是要主要考量 所有尿路系統 我們先考慮就是腎臟 還有第二個 我們心臟 很多中老年人 他的心臟功能比較弱 是他的尿量也會變少 他的一般我們看到 一些心臟肺臟有出問題的 那一般他的尿量也會變少 這部分可能大家也來注意 那尿量比較黃的話 就從肝膽我們剛才陳醫師的 也有提到這一塊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邀請現場的中醫師呢 來幫我們設計一些飲品 可以幫我們顧膀胱 顧腎臟的 觀眾朋友要仔細看囉 好 我們就請我們的中醫師呢 羅醫師來告訴我們 教我們做幾道簡便的茶飲 好不好 那我們第一道是什麼呢 我第一道我今天帶來的 就是我們叫做 韭菜籽重溶茶 那這個因為我們一般來 泡茶比較方便 那我先借到一個茶 這是很容易我們在上班啊 在家庭可以做的 那看一下它的作用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個冷氣房 整天都待著 雖然感覺溫度很涼快 可是是讓我們容易造成循環不涼 那我們中醫叫做腎氣比較弱 一般就容易手腳冰冷啊 容易早上起來或下午的時候 容易身體會腫脹啊 那我們講的腎是這一個 就是說不屬於發炎型的 發炎型就不能吃這個藥茶 越吃越發炎 那它的材料有哪些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中醫叫做肉重溶 它是這樣一片一片黑黑的 中藥材大概是黑黑黃黃比較多 那這個肉重溶 它本身是我們中醫的這種強壯劑 在現代藥理研究 它都對我們的這個循環 對我們腎臟的血流有幫助 所以肉重溶 這很多中藥 中藥店都買得到嗎 都買得到 中醫診所醫師他們都會 很常會開補色的肉重溶 第二個就是韭菜籽 那就大名品品的韭菜籽 我們很多保健產品都會說 韭菜籽有什麼神奇的功效 是它裡面也是對腎臟血流有幫助 韭菜 韭菜在我們的這個比丘尼 有時候它不吃這種東西 它認為有這種強壯的作用 那在我們的循環 手腳冰冷 體力弱 容易水腫 這有幫助 那這個中藥材 煮起來大概就是會黑黑的 那這個味道當然是最重要了 那我們就加一些较味的 就是一個冰糖 冰糖的味道 當然不能多了 一多就變發胖了 原本是要補腎的變成對腎臟四個負擔了 然後再加一個茶葉 那茶葉本身也是消水器的消水質的 那我們現在減肥茶也會都加茶葉 我們這是綠茶 味道清香 那以這個組成的話 我們就給它泡茶 那一般中藥材一定不能只用泡的 這樣很不好 對我們的這個腸味道很不好 因為藥材它難免就是要煮 所以一定要煮 用加比例大概1500cc的水 一天一壺 像我們現在展示的一天一壺 那煮水當天把它喝掉 沒喝掉一定要放冰箱 好 所以醫師 1500cc的水 加上我們的韭菜籽 還有肉從容 韭菜籽跟肉從容的量要多少 1比1就可以了 1比1就可以了 那冰糖少許 我們就拿去煮 要煮多久 一般就煮開20分鐘 30分鐘 現在時間都很寶貴 就是20 30分鐘 煮開一點 好 那所以我們現場已經煮好了 我們就請陳醫師 好 我們一起來喝喝看 雖然是西醫的 但是我們來中醫也來喝喝看 我們請現場的朋友喔 我們的這個全肉冰團也都有 還行嗎 我們的戲醫師 還不錯 味道還滿特別的 味道還滿特別的 是 那我們的全肉冰團呢 挑了之後 珍珍 什麼感覺 會苦嗎 不會苦 酷炫呢 酷炫呢 你們太不會吃苦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各位都吃太多寒糖飲料 或是他覺得這些 覺得有一點涼...涼涼的 但不是那個涼 是那個很涼的涼 很涼 對 我也覺得有點涼涼的感覺 薄荷的感覺 有點像那個青草茶 有點青草茶的感覺 中藥茶喔 假如說你身體有一些火氣的話 你吃這種東西 反正會覺得涼涼乾乾的 那覺得假如說吃起來甜甜的 表示你腸胃 所以每個人口感是不一樣的 有點像醬油的口味 醬油的感覺 所以他一天醉都可以喝多少 還是可以沒有限制 一般我們特別要注意 假如你有明顯的呼吸道發炎 感冒啦 腸胃拉肚子 那我們就絕對要停用 那一般這個量 就根據你的排尿量 假如你平常容易說喝水 喝水比較多的 我們就不要喝太多 就一天這個就三杯 兩杯 三杯 我們講杯就是一般的紫杯 就當養生 可以同事來喝啊 可以聯絡情誼啊 都不錯的 而且可以幫助大家顧慎 是...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這個 這個藥膳湯很豐富 是 那第二道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鱸魚腰子 那鱸魚就是很多充分的膠質 在產後啦 或是老人家的尿道比較不好 我們就建議這個鱸魚 那腰子大家都知道啦 懷孕坐月子 腰子 那他就取他叫做 我們中間叫乙型補型 那其他都有加一些中藥材 現在煮好 是這樣一鍋給大家享用 好 已經煮好了 我們大家一起來享用吧 我們的叔叔阿姨 還有我們的年輕朋友 我們一起來享用 那麼各位等求求兵團 吃得很開心耶 肚子餓了是不是 還可以嗎 沒有 可以喔 好 高伯伯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好 我們玉妹阿姨 玉耳蛋白質 對我們養原美容 好 我們最後就請 我們的兩位專家 來跟我們做一個總結囉 到底我們怎麼樣 讓我們的尿可以更健康 然後讓我們的腎臟 也可以更健康 我們請陳醫師 就是這個小便的部分啊 其實要很注意 那不管是小便的顏色也好 或是身體覺得不對的話 一定要來看一下醫生 那可能或許你只是一個腰痛 那或許你懷疑說 昨天搬家太辛苦 然後腰扭到 但是你可能 其實腎臟有積水 腎臟有結石 對 那我們面療科 其實不是只是 就是看看性病啊 或者真的是尿失禁而已 其實我們科 可以說是腎臟外科 所以其實你有時候 腎結石 腎臟怪怪的 或許需要面療科來幫忙你喔 OK 好 羅醫師 其實最重要 我們就是要一直注意 自己的水分補充 是不是充足 然後隨時 第二點要隨時看自己的尿液的顏色 氣味 外觀 那最後一點就是我們排尿的時候 絕對不要用力 不要憋尿 那以上三點給大家參考 是 謝謝兩位專家 也謝謝今天的水分補兵 都忘記你們沒有吃了